照片中的男人撇着八字胡,嘴角微微上扬 眼神坚毅,不屑中夹杂着丝丝帅气 表情透露出不俗的气图 此人便是美国20世纪30年的超级罪犯约翰·迪林杰 当提起约翰的名字,当时的美国人无人不知 他的大名经常登上报纸头条 被冠上抢鞋,达到现代版罗宾汉的称号 就连当时美国调查局都称呼他为头号公敌 被列为最应该抓捕的罪犯第一名 他到底做了什么会引起全国的注意 更是调通当年最强大的情报组织用来对付他 故事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 约翰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 母亲很早便离世和父亲相依为命 但他的父亲在教育上有些欠缺 时尚会对约翰暴力相加 从小他的童年便充满了血性的味道 好不容易熬到了长大 却在十几岁的时候抢进了店铺 因为50美元背叛了10年的有期徒刑 在狱中的事件 他结识了很多黑道兄弟 其中名将内特的人是个老道的大哥 他教会约翰很多规矩和坐视方式 约翰将他视为自己最为重要的老师 他刚刚出狱两个月之后 便和自己最好的哥们红毛合作 闯入曾经森营的监狱 和内特等人隐应外合挟持了看守 通过武力手段逃了出来 可惜的是内特不先被看守打中 由于重伤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就归席 从狱中成功逃脱后 他们一路来到芝加哥 这里被誉为犯罪者的天堂 也是约翰的最佳庇护所 他和这里的警长有过交易 定期给警长交钱会得到安全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美国正习的结构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完整的美国由各个大州组成 虽然他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 但是各个州之间有着很大的权利 他们由着属于自己州的法律法规 有的甚至会有专属军队 因为当时时代的局限性 每一个州都类似于相互独立求合作的存在 如果一个罪犯在A州做完 跑到了B州躲避抓捕 那么A是没有权利去B抓他的 只有罪犯在所属地区犯罪 当地警方才能对其抓捕 就连当时美国调查局都没有权利尽情干涉 正是因为这个bug的存在 让审判罪犯变得难上价难 再加上当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出现 大批民众事业公超倒闭 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 无意中衍生了罪犯的诞生 大量无业游民拿起武器加入黑道生活 约翰和他的兄弟也是其中一员 为了生活变成江洋大岛 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抢劫各大银行 手持重型武器驾驶快车 行动进化周密人员做事干练 基本抢一次就会成功一次 虽说他是抢劫犯 但是他有很强的原则性 第一绝对不要在绝望时犯罪 这是内特曾经告诉过他的 第二绝对不抢没有存机银行的钱 他只抢银行 平民没存的钱他是不会抢的 同时他还是个温柔的暖男 明明挟持着银行的小姐姐 他还主动给人家披上自己的大衣 也由于他的这些特殊举动 各大媒体报纸对他很感兴趣 不知不觉中成为美国的大红人 有些民众更是对他有崇拜之情 称他为现代版罗宾汉 整天他和兄弟在酒吧聚餐 人群中一位女孩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约翰主动上前和妹子打招呼 邀请他到高档餐厅约会 女孩欣然答应他的请求 并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比利 约翰也直言自己就是江洋大盗 约翰 如宝芝所说一样 主要以强银行为主 他的诚实意外打动到比利 他很开心 对约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两人正打算要转换地方时 约翰被熟人叫走 他让比利在门口稍等一下 可当他处理完之后 发现比利自己达成回家了 他立马查询到比利的底细 直到他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 他首先质问比利为什么突然溜走 作为他的女人就要发誓 再也不能这么做 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 约翰只能表示 他永远不会抛弃比利先走 简单的话粗暴的行为 却深得比利的喜爱 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 开启热恋之旅 白天抢银行 晚上和女友约会 这个小生活过得十分惬意 由于他的连续作案 终于引起美国调查局的注意 当时的局长名为胡佛 也就是未来FBI老大 他正愁美国调查局权力太小 想要趁机扩充扩大权力 约翰这帮罪犯正好撞到枪口上 胡佛想借助抓捕约翰 为自己输围 他在年轻一代中挑选出维斯 此人经验丰富 抓捕过很多罪犯 任务交给他 胡佛很是放心 维斯也不如众望 面对记者 他谈言 这场和罪犯的战争 他们一定会赢 第一 他们拥有科学的破换手段 第二 拥有胡佛这样有远见的局长支持 维斯上任第一天 他很征重告诉手下 他们将面对的是超级罪犯 手持重型武器 杀人辱骂 这场战役是极度危险的 稍有不慎就会丢掉小命 在座的有谁害怕 可以主动退出 根据之前 约翰送给银行小姐姐的大衣 维斯查询到相关的地址 锁定约翰定居在芝加哥 同时他们拥有先进的电话监控系统 可以从电话中掌握到约翰的信息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他们猜测 约翰和女友躲在嘉宾馆 晚上调集了大量警力 包围了这里 当维斯带相冲进去才发现 情报有误 约翰并不在这里 然而眼前的人 却是另外一个大盗 娃娃鱼 维斯假装找错人 让手下在门口守卫 自己下楼去找支援 可惜他的手下 大部分经验不足 面对突发情况容易失控 娃娃鱼将看守的人射杀之后 逃之遥遥 本应该负责阻击的手下 也扇离之手 看着死去的同事 他内心很压抑 回到局里 他向护肤打电话报告 他认为手下太过于年轻 没有经验 根本无力对抗那些超级罪犯 如果硬要带着他们前去破案 无疑是让他们去送死 他要求派遣有经验的老手 前来支援 否则他将会撂摊子 辞职走人 面对强势的娃娃鱼 伯夫只好答应了他请求 从其他州 调派人手协助破案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人员跨区域破案 为之后的FBI成立奠定了基础 有了高手的帮助 娃娃鱼办事效率火速提升 这一天约翰一行人来到酒店度假 不巧的是酒店突发大火 在警方的排查下 发现手下私藏枪支 维斯闻讯赶来抓捕了约翰 即便被抓 约翰没有丝毫慌张 他看着维斯威胁道 不得不承认维斯有点本事 但当真的带着手下 面对面厮杀 看着自己人死亡 那种情况 约翰已经习惯 而维斯呢 到时候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 维斯并没有理会他的恐吓 为了审判约翰 将他送到伊迪安娜州 时日前他在那里 有冤孕和抢劫的案底 最为重要的是那里有电刑 维斯认为 那是惩罚罪犯的最好方式 约翰被抓 让媒体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争相捆后 要采访这位传奇大道 这也是约翰第一次知道 原来自己这么红 面对戒者 他毫不吝啬地说 抢劫一家银行 大概需要1分40秒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基本每次都分秒不长 然后笑着走进了监狱 为了防止他逃脱 他被关押在 号称最安全的监牢 根据法规 他应该尽快被处以练刑 可约翰的辩护律师 能言善道 声称快速定案 是在破坏法律 严重影响了公平公正 在他袒护下 约翰的案子 被拖延了一个月 也就是这段时间 给了约翰足够的越狱准备 他协同欲友 另一把假枪 胁迫预警 拿大武器 打开楼门 拿枪指着监狱长 开置他的车 大摇大摆 通过武装防线 获得了自由 逃跑成功第一件事 便是给女友比利打电话 似乎说最近的思念之情 他的这番操作 无疑是把政府的演变 按在地上摸擦 高层官员正式决定 要针对罪犯 要制定法律 专门打击跨州犯罪 约翰的疯狂行为 也引起大型跨州组织 集团的不满 他们资金雄猴 手下众多 和约翰一样 他们都是跨州作案 如果法律通过 对他们来说 是毁灭性打击 所有组织 也向维斯下达了指令 武器一切代价 一定要抓到约翰 要心狠手辣 不留余地 连电影开场 都会设置前提 将约翰的照片公布 让电影院的人辨认 凡是能够想到的方法 每次都给用上 约翰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决定干完最后一票 就跑路 据说一家银行 会有80万美元的现款 他们商量后 带着武器冲了进去 可银行并没有 说的那么多钱 期间他们还遭遇到 强烈的反击 在街头和警方 和正义的路人 火变起来 手下牺牲几个 约翰也被打中 他们紧急撤退 躲在一间偏僻的旅馆 好友红帽劝告他 他预感到 自己已经到末日 让约翰尽早收手 离开美国 他的话 约翰并没有听进去 维斯也在此时 拷问出约翰的藏身地 带着大批人马将其包围 在维斯的异声令下 大战爆发 双方叫火猛烈 到处都是枪手 子弹冒着火化 在身旁飞过 激烈的枪战 让双方都傻慌了眼 一场大战下来 约翰的兄弟全部死亡 警方也有起命成员牺牲 不过约翰再次成功地 逃脱为父 红帽死前劝告他 不要再迷恋女人 独自一个人逃跑 不要回头 可是约翰还是没有听进去 他逃脱之后 立马找到了比利 越过警方的眼线 将他给接走 他准备做最后一件案子 和另外一伙人要合作 成功之后 能够得到几十万美元 到时候 可以拿着笔钱远走高飞 但他们第二天收拾行李出发时 警方带人将比利给抓捕 约翰由于在车里等候 侥幸逃过 从警方眼前再次逃脱 面对女友被抓 他们有任何办法 此次抓捕行动 维斯并不知情 负责的警官对比利严刑逼供 威胁 拷打 辱骂都给用上 即便如此 比利也没有透露出 关于约翰的松起 等维斯回来时 制止了手下暴力行为 并亲自抱着护送他安全 失去一切庇护的约翰 只能找到旧情人的帮助 然而旧情人并不是美国人 他也是偷渡过来的 维斯威胁他 如果不合作抓捕约翰 他将会被遣返送回原来贫困的国家 无奈之下 旧情人只能乖乖就范 他将会在晚上和约翰看电影 到时候维斯人会等待他的出现 一局抓捕 结束案件 可白天发生一件意想不到时 约翰陪伴朋友去警区办支招 提员强盒下 约翰大摇大摆走进办案室办公室 墙上布满了约翰一等人的所有信息 看着曾经的照片 他内心逐渐想开 他知道自己塞到了头 是时候告别这个世界 他也知道警方晚上抓捕他的行动 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逃走 而是迎面直上 开心地和旧情人看完电影 潇洒地走出影院大门 此时维斯已经等候多时 还不等约翰反戏 便将他一枪击毙 在热闹大街上 约翰终结了传奇的一手 临此前 他向警方说了一句话 但老警员便没有告知韦斯 等事情正式宣告结束之后 他在狱中找到了比利 约翰死前让他转告比利 再见黑鸟 比利听完后 泪流不止十分痛心 这句话正是他们两人相遇时 酒吧播放的歌曲 比利也因为保庇谈护约翰 被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故事也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 约翰的出现和当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正是由于他们这些大盗 无意中让美国调查局扩大权限 成为日后赫赫有名情报组织FBI 负责抓捕约翰的贝斯 此后名声大噪成为王牌人员 但在35年之后他突然辞职 有资料显示他在1960年头部中枪死亡 而联邦调查局给出的结果是自杀 至于真假与否很难验证 本片作为专记类电影 有着德普大叔演技的支撑 故事情节紧张刺激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赞有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